我們再稍微玩一下,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連接的部分 像是我們的發送端,這個是接收段,這是發送端 我們稍微再繼續玩一下我們連接的部分,像是我們現在的發送端 我們稍微再玩,我們稍微再玩,我們稍微再玩一下我們連接的部分 我們再稍微玩,我們再稍微玩一下,然後測試它的連接的孔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它的連接,HDMI的部分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它的HDMI連接的部分 像是我們現在的發送端這邊,有一個鏡是從相機進來的 有一個輸出,可以直接輸出到一個螢幕上 所以你在拍攝的時候,你可以相機上面直接掛一個螢幕 就可以即時看到,而不用就 然後再稍微再玩一下,我們再稍微玩一下HDMI,我們再稍微玩了HDMI,我們再稍微玩一下HDMI連接的部分 像是我們現在的機 然後我們再稍微玩一下 我們再稍微分享 然後我們再稍微玩一下HDMI連接的部分 像是我們這個發送端的部分 這個是接收端 這是發送端 發送端現在是用相機連接到我們的發送端 那現在發送端又可以直接loop out 直接輸出一個影像 所以我們這個螢幕就可以直接掛到我們的相機上面 這樣就可以做即時的監看 你在拍攝的時候你也可以由螢幕看到你在幹什麼 可以休息一會兒 坐小晨 拍攝之後你自己也 thấy个即時的影像 拍攝的時候你自己也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 拍攝的時候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即時的影像 那接著我們來玩一下我們基壽端的部分